中烈杨家家 中烈杨家家 里面我是演杨六郎 就是杨炎昭 他是七个小孩里面 排第六位 可能是我跟君主在谈恋爱 这件事情 害了这个家庭呢 会有一些就是让我爹要出去 作战然后我们要出去把他救回来 所以我在这部戏里面呢 那一种内疚啊 难过啊其实是 可以算是最大的 他一看到战场上的那一种尸体啊 然后他慢慢的感受到 他的哥哥一个一个离开他 到最后他自己要去打这个敌人的时候 那一种过程他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快 中烈杨家将是一部 拥有非常大的舞蹈场面的一部电影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他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亲情的故事在里面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中烈杨家将 我把他接下来 他谁知道 他不会有那么感人的 谁知道